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伤亡 死了八人 好像是六十多人受伤 然后其中还有八个人是重伤 这一下子我们微博底下很多人在议论 而且很多人就在呼吁 就是说想请李梅锦老师来谈谈这个人 谈谈这个事 我们先看看当时这个伤者的一些情况 给我们讲一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不知道 打上语言啊 啥也不知道 等我知道的那就会出来 你当时是被那个冲击波证冰了是吗 然后就距离那个爆炸地点有多远 不太远 从那个到那个 就很近 您看清是什么爆炸了吗 下来看不见 当成下来都看得远连下来看不见 我们都在等着几孩子嘛 快放学了 都在那说话的 其实就忽然听见爆炸了 那爆炸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都害怕了 等转过来了一看 人都躺在那儿了 就一片人都躺下了 现在是警方已经宣布这个告破了 就是说22岁的这个嫌犯许某某 说是在他 他就在案发地附近这个租住 然后在他那儿发现了自制的这种爆炸装置 还提到一个情况是他曾经因为植物神经失调 而且我发现李老师呢 您这个接受采访就说 你开始以为这个案犯 当然他自己也是被炸身亡了 您说开始以为应该是个40多岁的人 倒也没想到是20出头的这么一个人 对 就主要是这类的 我把这类案件叫滥杀案件 就是搞爆炸了纵火了 一次拿刀砍杀超过三人以上了 这个滥杀案件呢 大多数都是在生活 他遇到一系列的挫折以后 他容易出现这种行为 所以呢 就是滥杀犯罪呢 他在年龄的集中分布上 他和一般犯罪不太一样 他集中在40岁上下 就是大多数都有那种失业啊 然后没有正经工作 然后家庭一塌糊涂 最后离婚啊 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但是也有三分之一是他这种情况的 所以后来一听到新闻我才知道啊 他这是二多岁的一个人 格子了解什么情况 我倒是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了这个什么植物神经失调之后 我心生感慨啊 因为过去我们一般这个发生这种事之后 以前媒体比现在发达一点的时候 我们都会分析说 说这个人啊 这个出这个事儿 要么是个体质性的问题 要么的是说这个人他的烦闷 他什么这儿要发泄 那儿不满 对吧 等等 但是我反而去看到这种事的时候 我现在觉得说我们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事件是发生了 但事件怎么解释是另一回事 我们以前的解释呢 恐怕更多的就是说 我前面说的 但是我现在很多时候看到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会第一个想法想到说他的神经问题 或者说我刚才跟李老师我们聊到的这个脑科学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社会中有大量的精神障碍 我们自己这个我们权当他是被阳光照下来之后 那个阴影部分我们不看 但不看不代表它不存在 当它一发生的时候就很麻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您觉得他这个植物神经失调 和他作案的原因有关系吗 是啊 这个等于是他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征兆 就是这个征兆呢 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的 尤其他这个植物神经系统 它基本我们也叫自主神经系统 它就是属于管内脏的 内脏呢 就是我们怎么吃 怎么消化 然后哪些分泌流下哪些东西 就是这些怎么样去运作 整个都是自主神经系统在控制 它在脑部呢 一般在我们的这个中脑的 就是下丘脑这个部分来控制 所以这部分呢 它很多是不进入大脑的 也就是说你想让自己这个怎么样去调整 有时候它使不上劲 所以呢 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呢 它一般都是在内脏的一种感受 比如说烦躁啊 这个或者心里火烧火燎啊 或者我这个最近老肚子疼啊 我哪疼啊 可是到医院去查 查不到问题 但是这种它会失去对事情对社会的判断力吗 正常判断力吗 判断力我认为它没有完全失去 也就是说 这种人呢 大多数都有一些 就是有些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就看 凡是精神类有问题的人 他身体上是能看出一些特征来的 你怎么看呢 你有时候你在经常你看一个神经质的人 他一般会怎么样呢 他眼神是漂浮的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神是很坚定的 就比如我看你 我能定住 但有些人眼神是跳的 他一般不和人正面接触 然后呢 再一个有的人是显得极瘦 当然也有的人特别胖 所以就是他的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他在外观上 你能看到他的一些真相 就是说这个人生活不是很规律 一看就不是一个跟人交往很自然的 比如说我们正常跟人打交道 脑袋是扬着 或者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他们一般是这种状态 然后这样的 就比如我们原来有一个案件 叫那个 就是驻马店有个叫黄勇 这个黄勇呢 曾经在家里的做那个木马床 杀害了十多个青少年那个案 对 对 对 你看他所有的照片 他眼睛都是这样的 都是漂浮的 他不跟人正面接触 这跟什么神经紊乱有关系 我认为跟他的心理有关系 所以我就我在分析这个人的时候 我在讲他实际上就是 他涉及到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 一个是跟生理有关 还有一个问题 就跟他的心理发育有关 那么他的这个心理 有时候也跟生理有关 可以这么讲吧 就是说有些人他在 就是很早就可以显现出 他的一些性格特点 然后你熟悉他家人 你会发现 他的性格特点 在他家人身上就有 所以这个呢 就涉及到遗传和生理的问题了 然后比如说父亲就是一个闷葫芦 急闷 然后他们兄弟姐妹都不爱说话 然后这个孩子呢 他也闷 所以在我们来研究的时候 就会比较困扰在哪呢 就是说他是属于生理上 决定他闷呢 还是说他从小成长环境 家里就没声音 所以导致他闷 所以这次呢 不是我看报道还有讲 就是说他那个出租房里啊 还有一些死啊灭啊绝这样的字眼 今天呢 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拿来 他这个出租房的一个照片 我才看到这个全文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在墙上写 犯罪就是的话等号吗 等于生小孩 对 生小孩等于犯罪 可以这么灭 两人犯罪 两人死 集体犯罪 集体绝 国家犯罪 国家灭 民族犯罪 民族亡 印度中国孟加拉 没有一个好下场 这假人口问题 我感觉他对人是比较愤怒的 我们看下面这个有点案 这是什么 李老师 犯罪生生生 罪犯是父亲加母亲 地区是亚非拉 然后数量是55Y加H 下场是什么 呆呆死吗 呆呆呆 呆呆呆呆 我们案件虽然结了 但是去研究他还是比较少 我因为做这个领域研究 我特想呼吁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重视在当今社会当中心里有问题的人 这个心里有问题的人呢 他和生理是一样的 他是病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要是一个人生病的话 不及时的进行一个治疗 他的病可能就会转换 本来是个急症 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病 但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 或者变成一个很大的病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心理上是会生病的 那么心里有病的 你比如像他就休学了 他休学为什么 说明他已经学不下去了 他学不下去打工 打工他实际上也是一个 很不太正常的一个状态 那么他跟家人也很少交流 所以我在研究这个犯罪 经常会发现 就是凡是这种突发的 严重暴力的犯罪人 他大多数都有 之前的一段生活异常的表现 那么这种异常呢 实际上他在心理上就有问题了 当他心理上有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这个矛头 为什么要对准孩子呢 那就跟他的经历有关了 比如说 他可能对身边的小孩 比较反感 因为这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去了解 但是从他这个表现 你可以倒推 就是说 我们心理上有这么一个假定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表现 实际上他是在某种情境下 才会出现 所有的心理问题 他不会没有理由 他的理由呢 那他现在的表现 一定有一个相应的情境 比如说我的目标是什么人 就我原来讲一句话 叫眼里有什么 心里有什么 就是他目标 能盯上你的话 他为什么在那么多人当中 能盯上这个人 那显然这个人 一定和他心里的某种东西 是吻合的 就跟我们找对象一样 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就找上这个人 情人眼里出西施 对啊 就是你为什么 就是说 所以他不是在于他 而在于你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时候对象两个人 他有点像 说不上哪像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对方当中 看到了自己 所以他更容易出现恋爱 真的是 所以就是说 他这种 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这种心理 一定有一个相应的问题 那么比如说 他如果对小孩 对人口不满 那他一定有一个出处 只不过这个出处呢 我们现在没有研究 如果给我机会去研究 可能会找到这个出处 但是这个出处 还不是决定 他犯罪的东西 真正决定的是 他自身的一些 心理发展的问题 这个问题显现出来以后 为什么没有被干预 没有被治疗 而且前几年的时候 媒体不断地去报道 砍幼儿园砍杀孩子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对犯罪 是有一定的传染作用的 其实刚刚李老师说的 有一点我特别认可 就是这个社会问题 应该全社会去关注 我前两天读了本书 叫做教养的迷思 讲的就是说 其实父母 你通常认为 这个孩子是在 我们自己家长大的 我这个孩子 就是可能像我 或者我培养出来的 后来作者就认为说 很大程度上 孩子是社会培养出来的 如果这个孩子 有社会问题 最后也要社会来承载 所以我前一阵 我在我们邻居 邻居家 我听到楼上打孩子 那个哭的 我就听不下去了 背后我就不得不 报了个警 这要在外国 你就真报警了 我真报警了 我就觉得这孩子 以后就是社会的孩子 他以后也是要生活 是打呀 还是打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以后就要生活在 我周围 他回来来了 来了 什么问题呢 就是父母 暴打孩子 我觉得这种现象恐怕 那他们家知道 是你报的警吗 那不知道 孩子是多大呀 大约多大那孩子 我报了警 我就没有再去他们家 不知道 就是平时能看到吗 那孩子多大 总共六七层楼 我还真不知道 是哪家的孩子 但是我就让警察 就是因为他那个 太明显了 那个动静 那其实就是这个 刚您说的这个社会问题 我觉得特别的贴切 因为我以前在 有一次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 就是那个地铁车厢里面 他有一个精神病 他就自己在那吼 所有车厢里面的人 安之若素 然后我就问我一个台湾朋友 我说为什么 他家 他妈妈是做特户的 他跟我说 因为就是 那个这些精神病人 他们平时可以上街的 街上是有足够便利的条件 供残障人士精神 不正常的人士上街的 所以呢 台湾人就慢慢的习惯了 跟他们共处 实际上大部分人 是不会伤害人的 但是我就反过来想 我们其实在大街上 很少很少见到精神病患者 或者说是残障人士 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我们的设施 是非常不利于他们出来的 比如说盲人 那个盲道走着走 忽然断了 那你盲人那个就戳不到 就没法走了嘛 还有就是这个精神病患者呢 出来之后 首先面对一个污名化的问题 以及对他的家庭 污名化的问题 所以家里如果有 这么个精神病人 你清醒 哪怕用链子锁 他在家里 你都不让他出来 那有的人呢 是就是把这个 家里精神病的孩子 就一直锁着 锁着 拿个铁链子锁着 什么屎尿一地啊 也有那种报道 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问题 我们就倾向于 让他就压在这 因为我们有一个道德的 这个整体的社会道德在这 对 但是李老师 您说 就是说像这个许某某啊 他这个 你觉得是可以解释的吗 就是自制爆炸装置 这像是一个 我觉得是有预谋 有计划 有理智的一个行为啊 是这样 就是刚才铁子说 那个特别对 就是说 这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就是我们在犯罪心理的资料当中去看 就是严重的精神病人 或者真正的精神病人 他犯罪的人数并不高 就是他的比率并不高 他这个比较高的是什么呢 就是心理上有问题的 我们把精神和心理吧 就是相对区别 就是精神类的是只要药物治疗的 为精神类的病 然后呢 心理上呢 就是往往 我们一般都称它为这个功能性的 神经症类的 也就是说 药物干预 没法干预的 比如我们讲一类的 叫人格障碍 人格障碍呢 它就是 它所到之处 都会让周围人很痛苦 但是呢 这种 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呢 你无法用药物干预 就是不能说吃药了 这人格就改变了 这是不会的 像包括偏执啊 什么边缘啊 爆发型啊 反社会啊 都不是药物能干预的 因此 这一类呢 它属于精神类的疾病 但它又真正的问题 实际上是心理问题 但这很危险呢 反社会行为 而且危险的恰恰是这部分人 就是我们 我有一次在参加那个医护辩论的时候 曾经讲过这个话 就是真正很麻烦的是边缘性人 边缘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点点精神异常 但它仍然能正常生活 这种人是最危险的 而真正的精神病人 反而不危险 就是所谓的 沉默的羔羊 对你刚才说 在地铁上看到那种的 那个一般 它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真正危险的是这种 就是说它心理上有问题的 它是一种功能性的 这很麻烦 比如说人格问题的 犯罪非常多 包括我们比较头疼的偏执类的 还有爆发型的 然后上次咱们谈到的 被动攻击型的 最最危险的就是反社会型的 就是反社会型人呢 他特点是什么 智商非常高 但是呢 他对人毫无情感 而且呢 就是他对身边的人 哪怕养育他的人 他都可以没情感 所以他麻烦在哪呢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制约他 你拿不住他 所以这就是属于 非常危险的一类的心理 那比如说像他 为什么早不干 晚不干 以往似乎也没有说 他做出这种行为的迹象 突然之间 自制爆炸装置 就去制造这么一个爆炸案 把自己也炸死 这个 他这个案子发生才很偶然 但是他的时间点是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曾经跟那个 咱们采访的记者讲过 人呢 他是这样 就是一般的精神上的问题 显现的时间 是在青春期的后期 二十多岁 那么二十多岁呢 他为什么在二十多岁 是因为吧 他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转变 就是青春期 他的性发育 这个性腺的发育呢 他会导致他内分泌的一个 整个的重新打乱一个调整 而且这个性腺 他本身就是人生命的动力嘛 所以他往往是给人制造一种动力的 也就是说 能量 对 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心里的 扑腾 我们讲这个年轻人闹腾 为什么 对对对 他这个闹腾呢 实际上就是 他会导致他 他体内的一些 就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 分泌的东西 就刚才讲 他植物神经系统紊乱嘛 植物神经大量都是胸腺 性腺 肾上腺 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会出现一些混乱 这个混乱也就导致出现 精神类的疾病 也就是说我们看那些精神分裂症 还有很多的一些严重的精神病 基本也在这个年龄段 20到28岁 我请教您了 就是一个这个植物神经啊 我也很熟悉 就是就是甚至有医生说 我可能有点植物神经紊乱 有点不会差吧 不是 就有时候你看 有时候你心跳不规律啊 对对对 或者说是严重失眠呢 有时候医生也会怀疑 你是不是植物神经 甚至原来咱们讲那个林彪 不是也有说是因为战争中受过伤 说他也是植物神经 我周围听说过很多人 都是植物神经 甚至是一些个公务员呢 什么的 就工作压力非常大 都是说我植物神经紊乱 那偏偏他这个植物神经 什么失调 他紊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呀 就跟同样是感冒啊 有的人感冒 他就是一个感冒 有的人感冒可能到肺炎了 还有的人可能就是更严重的 其他的心肌问题了 就是说他导致心脏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他这个是程度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呢 最最重要的除了他这个阶段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生活的 发展的这个路径 也就是所有心理疾病 他背景就两个问题 一个是遗传和生理 还有一个就是环境和经历 这个环境和经历也很重要啊 你要知道染色体 它是这样的 染色体它 比如说 曾经美国有这样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小孩的那个双胞胎染色体 拿来给取样 然后作为图谱 发现俩差不多 过20年 过30年 再娶这两个人 再做 就发现差别很大了 那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生理的东西 它可以用环境来改变 比如你老吃东西 你生活不规律 也会导致植物神经紊乱 然后呢 也有一部分植物神经紊乱 是遗传 所以就是精神类疾病 两个都可能 甚至于不是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 说文化都会影响遗传 就是慢慢的 都会被遗传 也在你的基因里 会写下某种运气 就是书香门第 传万代嘛 为什么 就是书香门第 你看他的后代 一代比一代好 但是历史上不是有一件话 叫什么武将后代 多暴虐吗 文将后代多服寿 我前两天 还就花一千块钱 做了一个基因检测 到现在结果还没来 你也做了 我想看看我体内 有百分之几的 尼安德特人的比例 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意外呢 它就是意外 这个事呢 本身上它是个意外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意外背后呢 其实也有一些 很有意思的一个 就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一个现象 你看我们中国人以前吧 我们要分析一个 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清晓又怎么看 你看比如说水破梁山 那拨人 都说是这个官逼民反 然后就社会 社会造成的问题 导致这个人他反了 然后呢 他杀了狗官 然后或者说 他就后来他杀了狗官 他杀了梁山 或者自杀了 可是我们这个 全社会在干嘛 这时候 我们全社会好像做的事情 就是围观 你杀狗官 那我去围观一下 你跑 那我再围观一下 或者我听说书人 再说一下 没有人想去说 只要你不是去幼儿园 杀的我们自己家的孩子 这个事就没有人关注了 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就很麻烦 就是说 当然中国社会 被忽略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 就说李老师 您讲的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实际上 现实当中 以今天的现实来看 健康的人 正常的人 他都经常得不到照顾 你说像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 谁又怎么去发现他 你又怎么去预测他 又怎么去帮助他 你怎么帮助他 所以这个事呢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有时候我先 还是我要把这个犯罪的路径 给你们分析一下 就是可能格子看的 更多的是社会的角度 我呢 因为研究犯罪心理 我更多的看的是个人的角度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个人他在遗传上 如果有缺陷 然后他不一定显现 但是呢 他会在外部环境下会显现 所以环境好坏 也会决定你的遗传的这个 缺陷 它是显还是不显 然后呢 他如果有 有这个问题一旦显现 他第一个导致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智力 这个智力呢 因为我们知道能力 有两个 一个叫智能 一个叫技能 技能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智能是先天禀赋 那么就包括你们这个上两期做的 就是我看两位女嘉宾 做的一个女大学生 然后最后什么 嫁到农村去了 生了好几个孩子 对 他实际上问题 也是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他实际上是已经失能了 这个失能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精神类上的疾病 导致他的能力减弱 你比如说 我现在到很多地方 人领导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说怎么才能把 这个人精神上有问题 我们能筛出来 他说你看很高的学历 名牌大学 结果来了以后 两年我就发现 这人精神上有问题 然后现在麻烦在哪 我开还开不出去 然后呢 尤其像我们公安吧 他涉及到枪啊 他说这个人 我现在不能 不光不能用他 我还得找一个人看着他 对 我怕他倒是给我走伙 倒是出事 对 所以很多领导就有一个问题 就说怎么能把这些人筛选出来 我后来跟领导怎么讲 我说你啊 就全单位社会稳定 做点贡献 把这人分布在各个单位 由你们来看管 这人对社会危害就减低了 对对 警察看就比较好 所以你要问怎么来检查呢 怎么检查 我就告诉大家 就实际上我们这忧生忧郁 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现在这个人种的 这个忧生忧郁问题 非常严重 你比如我到现在 很多的我们这些山区去 他有很多这个就是穷人 他嫌不嫌老婆 他就找一个疯女人 治疗 就捡回一疯女人以后 一睡觉就生五六个 对 五六个看上去都没问题 我告诉大家 所有这些孩子 都带有遗传缺陷 然后他再遇到一个有缺陷的 就是那个人也正常 他也正常 可是他们俩都有一个半疯的人 就是组上有这么一个 他们俩凑到一块 生下来孩子 必定是有这问题的 有这问题 有的是生下来就有问题 有的是到什么呢 到20岁左右开始出现 出现之后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案件 他就是一个临界状态 临界状态什么意思呢 他能够生活 还能够生活 然后他也能够制造 炸药知道这顺序怎么回事 然后他对你们 生那么多孩子不满 然后他要去表达一下 他的不满 他就干了 您觉得他难道有可能是 他觉得他自己 有些遗传的问题 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知道自己有问题 但是他觉得 生孩子这也多不对 所以生孩子多 为什么不对呢 我们就知道 他认知是不正常的 正常认知是不这样的 所以就是诗能 刚刚我讲心理问题 很多人不明白在哪呢 就是说他心理问题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 才叫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就是完全看的是正常人 但是你只有跟他处 让他说话 在他做反应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他有那么一点点不正常 所以咱们不能光讲这个放开二胎 同时得讲忧生忧郁 这太重要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学的一样 可能比如说周围人当中 突然失能 也许是一个观察的特征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比如说他用这个爆炸 您分析他是想达到什么效果 比如说没有用刀 或者没有用别的什么方式 他用这种爆炸是有什么分析吗 这个凡是搞爆炸的人 他都有一特点 就是说他们基本是一根筋 一根筋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以前分析心理也讲过 就人的心理路径是这样的 他早年生出来以后 遗传首先决定他的智力 然后就跟着怎么养 养的过程当中决定 他的社会性发展 也就是包括言语和跟人打交道 那么如果他遗传就有点缺陷 在养的过程当中 他的这种养的不到位 因为我们知道 孩子在痛苦的时候 你马上就过来 和不马上过来 他反应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一年下来 到他六岁 这个过程有爱和没有爱的抚养 他孩子就是两个类型的 没有爱的孩子 对人是没兴趣的 因为你不是我快乐的来源 相反我一呼喊 就有人来 而且来的人很多 很爱我 所以我跟人就很友好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凡是搞爆炸的 都是第一类 也就是他跟人不友好 他对人无所谓 当时他对人不友好 对人无所谓的时候 他如果智力好的话 他就会往智力方向发展 他智力要真的发展好 比如他研究了 一加一等于二 像神经人那样的 他也就不出危险了 可是如果他智力发展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那比如那学上不下去了 比如他正好走在专业 不是他很喜欢的 这个时候他就会去研究 他感兴趣的 因此你会发现 凡是用炸药来犯罪的人 基本都是什么 第一没谈过恋爱 第二就是完全的 就是独狼 没朋友 然后第三 跟家人的关系都有问题 就是他那个出都没人去过 对 具备这三个 包括美国那个霍尔姆斯 那个就是那个丹佛尔影剧院 发生一个爆炸案 也是这个特点 也就是说他没有朋友 没有人交流 然后他对世界有意见 包括那个挪威 有个杀手叫布雷维克 那独狼 那也是这样 他对那移民有意见吗 就是一个人信仰 顶上一支军队吗 你们这样移民政策 我反对吗 所以他就搞炸药吗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搞炸药的人 他在智力上是有的 但他在其他方面是不正常的 所以心理上疾病吧 就是很多人不明白 什么叫心理疾病 就是心理他疾病 表现很多种 就是有的人是肝 我们讲生理有肝病 胃肾 这个疑腺等等 他心理也是这样 有的人是智力问题 有的是认识问题 社会性问题 言语问题 他有很多类型 那您比如说 从法律上讲 假如他没把自己炸死 他的这种病因 会不会成为免罪 减罪的理由呢 我认为他有能力 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有精神病 但是有责任能力 我们很多人认为 你有精神病 就没有能力 错 很多人是有病 但有能力 能力在哪呢 就是刚才讲了 智力当中最重要的是 辨别和控制力 一个人只要能制造炸药 就全有辨别控制力 因此制造炸药犯罪人 无论他怎么异常 他都有责任能力 有责任能力 这是说 但偏巧这样的毒狼 社会又发现不了他们 因为都说了 他跟父母也不来往 那怎么关照 和家人隔绝 和朋友隔绝 所以你看我刚刚讲的 这几个案例全是这样 很难发现 对啊 很难预测 也应该能发现 只要得注意 关键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炸 这是很麻烦 就是你能知道 这人异常 但是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干 这特麻烦 他这几乎没有社会交往 你又怎么能够 谁去发现 所以这是事情